大家好,我叫做郭茲瑩 也可以叫我Amy 很榮幸今天可以來這邊跟大家分享 也謝謝大家在這個英語綿綿的天氣還特地走過來 非常的感謝 然後呢 然後呢,我自己本身是在泰國 在台灣出生 但是因為呢,父親工作的關係 所以我就很長的一段時間在泰國進步 那我是大概九歲的時候去泰國的 那剛到泰國的時候老實說啦 真的是人生地不熟 然後又話也不會講 路也不會,什麼都不會 那還記得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的是 那時候我剛去的時候 就因為 也不會英文也不會泰文 然後上學嘛,那該怎麼辦呢? 所以爸媽就把我送到一個 類似像武器班的地方去學英文 那 嗯 一開始因為真的都不會講 ABC都不會 所以呢,一開始還被 學校的人誤以為 欸,這個小女孩是不是有致病症啊? 她怎麼都不講話 然後還被 我覺得父母還被叫去學校說 欸,你的小孩是不是有這方面的問題 需要特別的知道 那最後才發現 你偶偶原來是因為都不會講話 所以也不會跟朋友聊天 也不會跟大家玩 然後當然小朋友嘛 也就是很快的 就是慢慢的去了解說 欸,要怎麼樣去跟大家互動 然後慢慢的學習到一些不同的語言 跟教一些不同的朋友 那還記得一開始去的時候 嗯 因為不會講 所以爸媽要 媽媽要帶我去上課的時候 就只會攔了計程車 然後就跟他說 東拜東拜 然後替你聊賽 替你聊夸 OK啊,走動沒 那其實呢 翻譯成中文就是 欸,直走直走 欸,左轉這邊左轉 這邊右轉這邊右轉 好了,到了到了,停下來 那那個時候也不會講說 欸,我要去什麼什麼地方 所以就只能用這樣的方式 就是去跟司機互動 他有辦法送我上學 那,還有印象非常深刻的是 就是有一次跟媽媽去買菜 那買菜的過程 跟他說 我要這個,我要這個 那請他包好之後 他就會說一個數字 多少錢呢? 這時候該怎麼辦呢? 不知道他到底說了多少錢 所以呢,就把錢攤出來 請你自己拿吧 那還好那個時候 然後泰國還非常非常的純樸 所以不會有人騙你 他就要拿好 他要多少錢 就要拿走這樣子 那當然喔 我們就是也一直就是 慢慢慢慢的學習 然後慢慢的去了解說 喔,泰國話什麼要怎麼講啊 什麼地方要怎麼做 所以呢,就也慢慢的就是長大了 那,嗯 我在泰國的時候呢 住的地方是曼谷 那,嗯 相信這邊應該有去過曼谷的人嗎? 應該還蠻多人會去曼谷的吧 因為他就是去泰國的 泰國的第一大城 那台灣基本上 飛往泰國的飛機 就是,嗯 會首先到曼谷去 那, again 就是很高興大家今天可以來聽我分享 那我剛剛在分享說我的背景嘛 那講到說,嗯 我在泰國長大的一個歷程 那我在泰國其實說實在也不是真的這麼這麼 嗯,道地的泰國人 因為我其實讀的是國際學校 那當然裡面中間也有很多泰國的朋友 然後也非常喜歡泰國文化 所以今天才會去拿飛機 那,嗯 我在泰國的時候呢 嗯,後來就去讀了一個國際學校 那,嗯 其中呢,我第一次遇到災災時光 我覺得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 也是因為我在泰國的一段的經歷 就是,你可以想像 我當時在泰國就是 當時呢,就因為受到這份感動 那,嗯,也常常沉浸在書本的 就是中文書裡面的 嗯,的一個安慰 衛介底下 就是讓我覺得很有很有 很有安全感 那也覺得說,欸,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嗯 那所以也很鼓勵大家來多多的接觸 就是不同的文化 然後有機會的話去學不同的語言 然後去認識不同的地方 嗯 好的 那,呃,喔 這件事情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 剛開始去泰國的時候 泰國的情境是這樣子 那,這裡大家有去過曼谷頓 應該都去過這個地方嘛 這是Siam 就是Paragon啊,Siam Discovery啊 旁邊都是在這個地方 那以前呢 現在這邊都是高爾大廈啦 已經都看不到了 然後有街運啊 什麼的 然後很多很多的車 大家知道曼谷超級愛塞車的 這邊我就 光在這個路口就塞了三個小時 沒有瘋 電影都看完一出了 哈哈哈哈 不動 就是不動 那以前是沒有這樣 以前路比較大條 然後呢 嗯 車子雖然也很多 但是跟現在是完全不能比的 現在車子真的很誇張 然後以前也沒有這麼多的高樓大廈 然後房子也都是很簡單的樣式 那對比現在呢 當然就完全不一樣了 那 那 大家對於我 我自己的成長過程 有沒有任何的問題 沒有嗎 沒有的話我就很好奇 那你們是誰呢 大家對於 有多少人去過泰國 嗯 喔那還蠻多人的嘛 那 嗯 去過泰國的人 是去哪裡呢 去曼谷 曼谷嘛 那對曼谷有什麼樣的印象嗎 嗯 很緊 很緊 很緊很熱 然後 嗯 過水接收去 所以一直覺得 就是 過水原來是泰國最熱門的時候 然後其實 其實是去玩 但是 就是一個很累的 很累的經驗 哈哈 怎麼說 因為我去過東南亞好幾個國家 泰國就是 我可能只去曼谷吧 然後都市 所以我對都市的愛好就有一點 所以就 就是跟朋友一起去 然後 就我覺得比其他的國家 就是泰國就是因為他已經在一個很 觀光然後很 很 很強烈的地方 所以就會變得 車很多人也多 是 所以說 但還是不想再去是不是 嗯 就是一個很神秘的地方 又啊又很曼谷 真的 曼谷真的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都市 那裡面 有非常非常多的人 跟車各地 各個不同地方的人 都會擠來曼谷 因為曼谷比較多工作的經驗嘛 然後有非常非常 不知道有沒有發現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人種 嗯 各式有 有中國人 有印度人 有 有 金髮幣野的人 什麼樣的人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曼谷其實是非常非常有趣的 嗯 那有人去過曼谷以外的都市嗎 有嗎 那您是去哪裡 清麥跟樹可泰 嗯 那你覺得呢 還喜歡嗎 嗯還蠻喜歡的 尤其像樹可泰 觀光客真的很少 嗯 嗯 對然後它還 我覺得保留的還不錯 對 然後遺跡的部分啊 其實都還蠻值得去看 嗯 它是以前王朝遺留下來的 嗯 那像清麥的部分跟曼谷比 雖然說它也是屬於 泰國北部的大城 可是它沒有像曼谷這麼的擁擠 可能它沒有捷運 所以很多東西都燒烤 像我們是租機車 嗯 對那其實還蠻方便的 嗯 嗯 我自己也非常非常喜歡清麥 而且物價還比曼谷比 是 然後有一種 慵懶的氣息 嗯 那其他人呢 沒有去過曼谷 泰國的人 為什麼會想要來聽 這個 講座呢 你們想要分享看看 想認識泰國菜 喔想認識泰國菜 喜歡吃泰國菜嗎 是啊 是啊 喔那吃過什麼樣的泰國菜呢 就焦麻糬 這就是重點了 那我想了解一下 你們所認識的泰國菜是什麼樣的感覺 酸酸便甜 你看那個檸檬魚啊 嗯 就碧點 好像就吃幾種 檸檬魚啊 還有那個什麼 加麻糬 是 對 還有那個什麼 涼拌那個 嗯 都很好吃 牛肉和牛肉 嗯 都是經典名菜 最喜歡吃榴槤 哇 很少人 真的榴槤真的是 就是 讓人又愛又恨 很喜歡的很喜歡 很討厭的很討厭 嗯 那有沒有其他人說說看 你最喜歡的 最喜歡什麼菜 酸辣湯 酸辣湯 嗯 真的是 真的是經典中的經典 那你都是在台灣吃的嗎 我都有在 有在曼谷吃過 有在曼谷吃過 那還有買那個 料理包 嗯 帶他去必買的 一定會想要回來 跟你自己做做看 那 台灣吃跟泰國吃 但是你有覺得不一樣嗎 台灣 台灣有嗎 台灣很多泰國餐廳也會賣 喔 去台灣賣我好像都很 是什麼 糟糕那樣的 哈哈 因為很像 就好像不太一樣 是的 好 接下來跟大家介紹幾個 就是 一般人 或是我們在台灣 一般的泰國餐廳 一定可以點得到的幾樣菜 但是 它真的不是泰國菜 那第一名就是 大家所說的泰式膠麻雞 我認識到泰式膠麻雞 其實是我回到台灣 讀大學的時候才認識的 那我在泰國讀完高中之後 就面臨到 那要去哪裡讀大學呢 那最後在跟爸媽的討論底下 就回來台灣讀大學 那 回到台灣讀大學的時候才發現 原來 大家對於泰國有非常非常多的 好奇跟想法 那 是非常非常有趣的 例如說呢 我曾經 有一次 在 跟大學同學聊天的時候 曾經就有一個 非常非常認真問我說 欸Amy 我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嗎 我說 好啊 當然 沒問題 然後就說 欸你以前是不是騎大象上學啊 我就說 哇 我喝了一口茶 它也要噴出來 我跟他說 泰國是很多大象沒錯啦 但是 它其實 也沒有這麼多 我以前是開車上學的 那 椒麻雞也是 一樣的一群同學 他跟我說 欸 嗯 公館那邊很多泰國菜嘛 我就說 欸 我們去吃泰國菜 你要吃吃看 這家的椒麻雞超好吃的 你吃吃看 告不到地 我當時並不知道椒麻雞是什麼 我就說 好啊好啊 好吃的東西我一定要去吃吃看 然後我去點 一來就 哇 椒麻雞 它真的是很好吃 可是它真的不是泰國菜 泰國完全沒有這一道菜 那 非常有趣的是 它其實也 嗯 抓到了許多泰國菜的 嗯 特點 包含 酸 甜 辣 它都有在裡面 那其實還蠻有趣的 我覺得 嗯 它整個吃起來的感覺 真的是 真的會讓人家誤以為是泰國菜 嗯 但它其實是一個 呃 雲南殿免那邊的料理 那只是大家都誤會了 它是泰國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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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